为照顾长者健康领口卫生所邀请专业老师 办理预防延缓失智失能课程 可以看到一群长者或蹲或走 跟着前面的运动教练甩手抬脚 活动筋骨达到激励训练 可增进预防跌倒能量 卫生所是主要的承办单位 然后他们会跟不同的社区啊 或者像现在这边是老人会 去办理一些健康促进的课程 或者是先修班的部分 主要就是让长者65岁以上长者 然后去办理他们的运动课程 比较多啦运动课程 然后运动课程的话 像我的安排的话 两个小时通常前半小时 会以功能性训练为主 可能是平衡啊爆发力啊 协调等等之类的能力 就是我们日常以安全防跌 这些能力的功能训为主 曾圣仪教练表示 静佑老师的带领下 不仅可以强健肌肉外 同时也对心灵上 获得很大的社交疏解 对长者晚期健康上 有很大的帮助 肌力训练其实本身 对认知功能就是有帮助的 再来就是我们除了一般 普通的肌力训练以外 还会结合不同的训练方式 让他们去促进 他们的认知功能 然后以防跌来说 我们刚刚做的很多训练啊 也都是在做一些 日常生活的干扰 就假设谭尼在让你 推到你 拉到你 然后我们用我们的身体 停住 刹车 稳定 这样子对防跌的功能 都是有一定的帮助 透过健康的运动 可以促进长者健康 达到预防衰老的效能 让你们健康实质有感 建造社区活药老化 在地安养的好所在 记得胡宇轩领口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药老化 让你猜问 行 你猜问 你猜问